刚刚也有提到过盘中领股交易上路的第三天 护国神山台积电 中场还是超过了除息的0056 成为领股人气王 有眼尖的投资人现在就发现到了 其实盘中领股的成交价 已经连续三天都会比现货市场的普通股 价格还要更高 网络上也开始讨论买整张股票 而卖领股的套利方式 领股达人就分析要有套利的价差 除了得留意领股的流动性 手续费跟证交税两大的交易成本 也都得精明计算才有机会套利 盘中领股交易迈入第三天 但观察市场状况 领股成交价却似乎普遍超过普通股价格 以护国神山台积电为例 27号与盘中领股收盘价都超过现货 股王大力光也有相同状况 因为是高价股 领股与整股价差也相对更大 盘中领股交易上路后 交投持续热络 但网络上也出现买卷帐 卖领股的套利说法 但到底可不可行 我们直接请领股答案来告诉你 这是确实有价差空间 第一个是它股票流通性够不够 这是一个关键 那再搭配你因为会有手续费的交易 交易手续费的成本 然后再来就是券商会不会给你折扣 那你还要考量到证交税 还是要比一般的真正的小资组 资金要充裕一点 你才有办法做这个套利的空间 达人点出两大套利重点 一是买到的股票流通性必须要高 再者还要留意交易成本 其中手续费和证交税是一大关键 领股达人小富爸爸进一步分析 如果资金不够 买整股卖领股的套利空间 也会是同板金额 当然也得选择热门领股 摊开28号热门盘中领股 依旧是台积电夺冠 成交81万股 除息的0056早盘热度 一度超过台积电 中厂也有58.8万股 敦泰 玉山金 鸿海 第一金 国产 系统 0050 台气银 同样也都是投资人手上有名 小富爸爸也认为 排中领股价格超越普通股 可能是初期现象 应该刚开始会是这样子 可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万一现在股市是 反转往下走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要追捧这些领股呢 假设没有人要追 我们刚才讲的套利的部分 它不存在 我倒认为不一定会是常态 要看趋势 就是整个盘式的走法 往上跟往下走法是不大一样 盘中领股交易进入第三日 话题不断 交易热度也持续发烧 记者刘富慈 林秋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台北采访报道